別說啦,我去啦,我去拉 所民會一開始,部分地主就占對南道管政府建設處 在六月十個教科的歲民會 並沒有統治地主來表達不滿 加上部分反對金收和暫時金收的地主又有立場 差一點點,他們就換起來了 你跟我做第二,我跟他殺不了,我跟他殺不了 我跟他殺不了,我跟他殺不了 南道管政府就在中心心傳,推動都辭職的案 這個區域禁修明節有二十幾公元 上官土地還有大三百八十一筆 尤處管府建設廠二十五晚上 要接受地主基盤市場水民會 會中賣賞農民的地主 真怕這處都市價位案的土地禁修 會變作苗栗台北四驚第一 因此求北部條空義來標達訴求 我們的區域禁修 當然有地上門也有地下的部分 但是很多人在這裡住很久的地上門 要怎麼做一個保障也沒說到重點 地下要怎麼做分配跟比例也沒有說到重點 但是很多里民說他們沒有接到我們的統地的文 包括我們統地的文都沒有有錯 所以我覺得政府這樣欺騙我們的里民 有一點不妥 會中地主最關心的就是未來配合土地 比例跟價值的問題 因此地主是距離鄉國文公司 以及管府建設廠 建設一個清掃確定的措置 但管府就是不願意說清楚 讓地主是感覺是沒有收起 40還是50 你要明確地講 一定的草案規劃的 這個規劃 建議說這些工部門甚至顧問公司呢 一次講清楚 你就弄一個表格 大家講清楚蓋過關章都沒有關係 什麼條件下是分多少 什麼條件下 怎麼樣的估價的價格 都用假設前提把它講清楚 我想大家都是明眼人 也都看得懂 也都希望整個地方是成長的 是更新的 是繁榮的 但是今天如果不講清楚 大家就會覺得說我好像被欺騙 所以才會有今天的抗爭 今天聽說領培的土地比例 這是大家關心的重點 當然依照法令規定 是不得低於40% 相信大家鄉親還有所有的地主都 希望把土地領培的比例 看能不能拉高 看能不能達到45% 甚至達到50% 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 這張睡眠會 雖然地主都很擁有參議 但大家也是不得到萬一的討厭 造成部分地主在現場 預備無條抗議 會中地主要強勵 要由關乎後面的睡眠會 應該要把實質土地分配比例 算清楚 來讓其民有更多的主信 了解人生內容和自己的環境 票面請求廟 在台北人生的建議 在中心寸來發生 記者金粉絲 蔡鳳報道